今天我来到了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因为我怕现在如果我不抓紧记录一下 以后就真的看不到了 今天我去寻找了我童年的回忆 我是弄堂长大的上海女女 曾经的我 调皮的叫住在我家对面的老爷爷 对过外公 现在才发现 曾经以为的对面伸手就能触到 曾经的我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在弄堂里找到我想找的人 现在却找不到出口和方向 曾经的我 以为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现在才发现 这里才是一切幸福的开始 弄堂里的上海爷叔在烧红烧肉 我趴在窗外看着 小心翼翼地问 可以拍吗 怕叔叔说不可以 也怕叔叔直接给我吃一块 我像游客一样地看着我成长的地方 也像游子一样地寻找 属于我的回忆 五味杂成 回上海快三年了 过着游客般的生活 感受游子般的心情 回上海第一年被私保所困 回上海第二年被疫情所困 回上海第三年被自己的情怀所困 哪里都不想去 只想游上海 漂泊的人生让我跟珍稀靠岸的感觉 靠着黄浦江的岸 下一站 希望是幸福 我小学两三年级的时候 学校就在这附近 我在这后面玩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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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